刚才讲的这个平面图形的面积 第二点就是说如果它是用参数方程给出来 那我们要特别留意一下 就是φ1'它的符号 算出面积要是正的 我要举一个例子来看看这个 所谓参数方程 求这个旋轮线 一拱下的面积 这旋轮线就是这样 x等于a t点g 算一t y等于a 1点cost t是因为一拱就是0到2π 这个方位里头 这里的a都是大于0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 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轮子 在沿着x轴的方向上做没有滑动的滚动 那么这条曲线就是旋轮线 这个没有滑动的滚动 比如说我就是说切点 当初是在这 那么在下一个它就到这个位置 把这切点它在空中所走的轨迹 描述起来就是这个旋轮线 它给出的参数方程就是这样 要求这 这个一拱下 是吧 而就是上方这块的图形的面积 图形的面积 按照我刚才所说的 求这个图形的面积s 是吧 可以看到是 就是Y的绝对值 所以这就是A 1.cost 1.cost Y 因为不管怎么样 就是这个背景函处是一个正的了 Y的用不着套绝对值 因为这cost你不管怎么 它不会超过1 是吧 所以这个前面A又是正的 所以这个绝对值我就不行了 然后呢 X是吧 对T来求导 那就是A 然后这是1-cost 然后dt 因为这个一求导以后啊 它还是一个正的量 所以用不着呢 前面用不着个符号 是吧 然后再看这个T 0到2π 这样 所以这就是A平方 0到2π 然后是1-cost 括号的平方 dt 做这个积分 0到2π 平方 1加上cost的平方 再减去2倍的cost dt 这个积分 这积分 这样A平方 第一个积分 就是2π 区间长度 这个积分 很显然呢 你积出来以后 这积分没有贡献 是吧 用你2倍的 是吧 sinT 元函数 再带入0 带入2π 往里带都是0 所以这个积分 不会有任何的贡献 然后再加上 是吧 0到2π的积分 cost的平方 那就必须变成 用那个背角公式 是吧 cos2t dt 这样 这就是说 如果旋律线 当然就用参数方程 给出来 是吧 我们要求面积 就根据这个来做 是吧 那这个呢 就是A平方 2π 再加上这个 2分之1 第一个积分 又是2π 第二个积分 也不会 不会 不会有任何作用 用你那个 基础的3A2π 带上下线 那就不行 所以这就是 2π再加π 3π 3π 是吧 A的平方 算那个面积 就是这个 所以你要是用 那个参数方程 给出来的 我没有求面积 照样来做 主要是要注意一下 什么事情 就一些这个 一个呢 是 α到β π t 是吧 这个绝对值 然后呢 φ1p t dt φ1p 看的 φ1p 是正的负 如果正的话 就写成这样 负在前面 各负 这是说 如果这个曲线呢 所要求那个图形的曲线 不是直角坐标 细下 是用参数方程给出来的 我们有办法做 是吧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曲线呢 给出来是极坐标 是吧 极坐标方程 就是r等于rc 这条曲线 极坐标方程 那我们要求这个曲线 所限定的那个图形的面积 是吧 如何求面积呢 来看 这个是 那极坐标 当然就得有极轴 是吧 这是极轴 假如我们要限制 是吧 要求这块图形的面积 这块图形 就是要算一算 这块图形的面积 这块图形呢 就是 这条曲线呢 是用参数方程给出来 是吧 不是用极坐标 给出的就是极坐标方程 r等于rc c的最小的值呢 就是α 是吧 最大的这个c呢 就是beta 从极轴那算起 最小的α 最大的α 那我们要算算这个图形的那个面积 这图形的面积 我们怎么来看呢 就在小的范围里头 我们把它 比如α到β 这极角啊 把它分成很多很多小块 是吧 这一小块呢 就是这个 deta 是吧 deta c 在这小块来看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 小的图形看得是扇形的 实际上 它并不是真的扇形 就上面这个不是圆弧 是吧 所以它不是扇形 也就是说 在这一小段曲线下 它这个r是在不断的变 r不断变 但是在这个deta c的非常小的情况下呢 我把画阴影的小块 看得是扇形 看得是扇形 那扇形的面积 就等于二分之一 是吧 半径的平方 rc 乘上这个夹角 deta c 这个已经取了微圆了 是吧 在小的这个微圆下 大家看看 你取的rc 是哪一点的c 因为这个是 是这个 的c 还是取的 这一点的那个c 还是取的中间 随便哪一个 是吧 激进的c 那在小范围里呢 我就把这个 因为看得是扇形了 所以就看得是 这个 这个激进的 这个长度了 可以看得是 不变的 小范围里 所以这就可以 当成扇形的面积 然后一积分是吧 alpha到beta 把deta 写成deta 这样就给出我们的 是吧 在极坐标系下 曲线是用极坐标方程给出来的 计算是吧 所研究那个图形的面积的公式 再用应用极坐标 是吧 应用这个方程 应用这个公式 是吧 在应用极坐标 这个公式当中 我们要特别 经常会用到这个对称性 是吧 我们来看这个 是吧 这样的例子 比如要算 求这个 是吧 这是r的平方 等于a平方 cos2c a呢大于零 这条曲线 是吧 所以限制平面图形的面积 大家看这极坐标方程给出 这r等于多少多少c 这就是这条曲线的极坐标方程 你要求这个 这条曲线 所限制的平面图形的面积 那么那个平面图形 什么模样 你得大体上有一个分析 所以我们现在呢 来看一看这个 其实这是极坐标方程 如果你要是 假如说化成只有坐标的话 通常比如说 这是x 是吧 等于rcosc 是吧 y等于rc 但是这里的r呢 都是c的函数 这是极坐标跟只有坐标的换算 那么x平方 加上y平方 r方cosc的方 这是r方sc的方 那么这是等于r方 所以这个 我们来看一看 r平方加y平方 加上y的平方 就等于r的平方 现在呢 我们这个是r的平方 右边呢 等于这个 a平方cosc 所以你这个 要写出去 只有坐标系的方程 是吧 就是我们 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图形 只有坐标系的方程 那应该是x平方 加上y平方 这个平方 等于a平方 x平方 减去y平方 什么原因呢 你看啊 这个x平方加y平方 等于r方 那么这就是r的四次方 是吧 这等于a的平方 x的平方 那就是r的平方 cosc的平方 减去r的平方 sinc的平方 所以这就是a平方 cosc的平方 对吧 把这r方 r方消掉 是吧 这就是r的平方 等于a平方 cosc 就是这个 所以它在直角坐标系下 那个方程 应该是这个模样 是吧 这样 是吧 看得很清楚 那我们这个图形 你要画起来就方便了 当x 你改成-x的时候 方程因为都是偶次的了 它不会改变方程 所以我们这个图形 一定是关于y轴对称 同样的 你把y改成-y 方程不改变 说明它是关于x轴对称 因此我们这个 这条曲线 所围成的一个图形 它一定是关于 是吧 x y 两个坐标轴 是吧 都是对称 关于x轴对称 关于y轴对称 那我们取它的 这个 就是第一向线 第二向线 第三 第四向线 这图形都一样的 都是对称 那我们就计算 它在第一向线 面积 然后乘上四 就完了 所以用这个对称的 来分译 但是这个图形 我们还得看看 它的角度 是吧 就是这个 因为这r肯定是 是吧 r的平方 r当然都是 大于零的了 所以这个当然是平方 更是正的 a呢是正的 所以这个cos2c 必须是正的了 要不然你这个 左边怎么能是正的了 所以这个2c 来看看 cos2c 那么必须得是 大于零 大于等于零 因此这2c呢 就得限制是 在这个负的二分之π 是吧 到正的二分之π 所以c 就是一四线线 c呢 就得是负的四分之π 到正的四分之π 之间 又因为我们的图形 四块都是 因为对称 关于x轴对称 关于y轴对称 所以我们就算呢 这个c的 从零到四分之π 那一部分的图形 然后四倍 就可以把这面积 求出来 是吧 来看我们这个图形 如果画一张草图的话呢 它应该是这样 根据我们刚才的分析 在只有作为习下 它应该是什么样 四块应该都是一样的 对称 关于x轴对称 因为这个角度呢 是负负的四分之π 所以 是零 是吧 到四分之π 当c如果是零的时候 cos零是一 所以那时候呢 R是最长到A 是吧 当然如果c等于四分之π的时候 二倍的四分之π 那就二分之π cos零就回到这了 是吧 所以 又因为这几部分都是对称的 是吧 所以 所以是双扭线 是吧 双扭线 那个封闭的曲线 那算这个是吧 它所限制横躺着这个八是吧 所限制平面图形的面积 平面图形的面积 是吧 我们只算这块面积 然后呢 就是给它四倍 是吧 所以 这都分音完了 是吧 因此我们要算这个图形的面积 s 怎么算四倍 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这些公式 是吧 二分之 是吧 rc次的平方 是吧 所以r的平方刚好在这 是吧 a平方 cos2c dc 因为只算第一向线 所以是0到四分之π 这块 因此我们算完 把它2拿出去 就是2倍 是吧 0到 是吧 还有a方 0到四分之π 然后cos2c dc 这积分很容易 前面这 把2 除一个2 所以就变成a方 背景函数呢 就是sin2c 0到四分之π 当x的c 等于四分之π的时候 2倍的四分之π 就是二分之π sin二分之π是1 所以就等于a方 这四块 合起来 面积是a方 每一小块是四分之a方 是吧 这样来计算 所以当那个 如果曲线呢 是极坐标 或者参数方程 或者只有坐标几下 我们求这个平面图形的面积 就都有了办法 这些个计算 是那个最基本的应用 想这个不会有什么 太大的问题 刚才研究的是 定积分在头一个应用 就是在集合里应用 求平面图形的面积 第二个呢 第二个呢 我们求这个曲线的弧长 求曲线的弧长 曲线的弧长 那么主要是弧长公式 是吧 比如说给我们 这个一条曲线 比如这些曲线是参数方程 是吧 那用参数方程给出了曲线 那就是在平面平面曲线啊 X等于Phi T Y呢 等于Psi T T呢 是在alpha beta 做那变化 曲线的弧长 用S来表示 还用S来表示 那弧长有一个公式 是吧 在弧长公式 我在这儿就不再证明 是吧 如果我们每个地方 都不放过都证明 那么你在这个规定 那个时间内 你不可能 把这些问题讲完的 是吧 所以我们讲最主要 别人别人说 你比如说说 这个定积分 可及准则 可及函数 是吧 这些最证明 包括大和小和 定积分的计算观当中 我讲了一些 怎么证明不等式啊 或者一些等等这些 这些地方 我要特别强调 这个弧长的公式 是吧 这是αβ 是吧 这是φ1'T 是吧 在平方 加上ψ1'T 是吧 平方 当然我们要求 这些φ1'T 它的导数当然都存在 是吧 并且呢 还要连续 是吧 对吧 连续 而且呢 φ1'T平方 加上ψ1'T平方 不等于零 是吧 这时候我们要算这个 互长 就用这个公式 α到β 互长的公式 如果这条曲线 假如不是由参数方程给出来 是这样 这个曲线 方程是显寒数 是吧 y等于fx x 在ab里的变 那求这条曲线的互长 是吧 让我们来看看 那应该怎么来做 那我这个计划曲线 我也可以看着参数方程 那就是x等于x 是吧 y等于是吧 fx 按这个来做 φT 是吧 就是x 现在充当参数呢 是x 是吧 那么x对x的求导 就是1 1的平方还是1 然后再加上 y对x 这是对我们的参数 就是这个 x 代代代理的t 所以f1 平方 然后派方 对x 参数呢 x 就从a到b 是吧 所以这个公式 也就是 互长就是A到b 是吧 1 再加上f1平方 然后 至ger 还有 直到做描想 如果假设给出来的是极坐标 记得曲线给出来的方程是极坐标 R等于Rc C是从α到β 那么怎么样来求护肠了 我们一样的做 大家看 一样的做 就我们把这公式推一推 把这个极坐标先换成参数方程 那么参数方程我们已经会做了 X等于Rc CosanC Y等于Rc 这样就把这个参数方程给出来以后 我就立刻把它变成参数式 而参数式我们会做 所以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那我们再真正要带一带 看看X对C的求导 那应该是R对C Cosan也不动 然后再减去R 然后SanC 然后再看看Y对C的求导 R对C SanC 然后再加上RcosanC 按照这个公式来说 首先是X1平方加上Y1平方 那么X1平方看看等于X的平方 那就应该等于R1平方 CosanC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R的平方 SanC的平方 减去R倍的R R1平 SanC的CosanC 这两项相加 加XC的平方 加上Y对C的平方 首先把正负的这项消掉 是吧 因为一个是减去2倍R R1平方 SanC的CosanC的 一个加上 那么这两项一相加R 对C的平方 加上Y对C的平方 对C的导数的平方 那一相加以后 就变成了R1平方 再加上R方 所以这R方再加上R1平方 就这开放 开放就完了 所以这公式 就是这样 Alpha到Beta 开放式是R的平方 再加上R1平方 然后呢 对这个C的球 就是说 不论你是这个 直角作为 这给出的方程 还是参数方程 还是机坐标的方程 我们都很好的 可以求这个 是吧 这个曲线的互长 但是我们在讲这个 互长的问题的时候 理论上当然算互长 都没有问题 具体要实施的时候 你未必能算得出来 是吧 这主要就是涉及到 一个函数的原函数 是不是出了函数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个最简单的 大家经常看的 是吧 球 是吧 椭圆的互长 一个椭圆 比如说我们用 这直角作为系方程 给出来是这样 长短半轴分别为AB 等于标准 那如果我们把它写成参数式呢 那就是X等于A 是吧 cosinθ Y等于B 是吧 单参数 表示曲线 如果我要算这个 是吧 整个的互长 那么这个θ呢 就是从0到2π 给积分了 对吧 θ呢表示 跟X正向的一个夹角 绕一圈 是吧 回去 参数完了 按照互长的这个公式 应该是 S等于这个 是吧 0到2π 是吧 根号下呢 是这个 X一撇 是吧 X对C的导数平方 加上Y对C的导数平方 然后DC 算这个 你要一算 首先我们算的 X对C的导数 是吧 X对C的导数是 负的A 是吧 sinC 它平方 那就A平方 sinC的方 A平方 sinC 平方 再加上 Y对C的导数 B cosC 它一平方 就B方 cosC的方 B方 cosC 平方 然后呢 DC的 问题就是计算了 如果这AB 要是相等的话 那当然就非常好办 是吧 那就是球圆了 是吧 圆周了 是吧 它的那个互长 那我们在中学 当然就就就就有具体的 是吧 那圆周 是吧 Rπ R 是吧 但现在是椭圆了 A跟B是不等的 AB不等 那你要想求这个 是吧 根号下这个A平方 sinC的方 加上B平方 cosC的方 求出它的原函数来 然后呢 带入积分的下限上限 不就行了 但是这个函数的原函数 非出的 非出的函数 就是说你 你不可能把它表现出来 非出的函数 你不能说 具体写出函数式子 是什么 是吧 所以它是非出的函数 因此你积分算到这 你算不下去 算不下去 那么是不是这个 这个椭圆这个这个 这个 虎长我们都解决不了 最强健的 又不是说复杂图形 但你这积分就算不了 那你要真正要算它的话呢 你必须算椭圆积分 那就近似的计算 数值计算 也不是不能算 数值计算 有椭圆积分 椭圆积分表 可以做 所以就是说 虽然给出我们 求那个 虎长的 各种情况 但是你要真正要求一条 具体区间的虎长 比如像椭圆的虎长 你算在这就没法 我想 你只能是 数值的来计算 这是我要前调的一点 如果这条曲线是空间曲线 不见得 随便拿出一条曲线 就一定就落在哪个平面里 不见得是那样 假设这条曲线是空间曲线 那我们同样可以计算 它那个曲线的虎长 比如假设曲线 那就是那个除了XY 还得有Z了 所以它这个参与方程就是X 比如等于XT Y等于YT Z等于ZT 比如T 在Alpha Beta 在Alpha Beta之间变 那我们这条空间曲线的互长 我们就可以写成S 也是这些公式 就是多一个坐标 Z 所以这就是X对T的导数的平方 加上Y对T的导数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Z 对T的导数的平方 然后对那个参与量T 就到Alpha Beta 一样 如果这条曲线是平面曲线 那个Z当然就没有 在X外面那条曲线 就是我们的标准公式 如果空间曲线 那我们就这样来做 你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条空间曲线 是这样的曲线 X等于A Cosin Z Y等于A 如果没有Z 那么这个就是半径为A的那个圆 而且圆的那个圆心呢 正好在坐标原点 这个就是圆的参与方 现在呢 这个Z呢 等于BC的 BC的 那么这就代表一条空间曲线 这些曲线什么模样 就相当于这个 如果是这条曲线的话 那就是圆了 半径为A的这个圆 半径为A的圆 那些空间曲线 现在是XY 这是Z 就是我们这条曲线呢 不光是随着Z变化 是吧 它这么绕 这么在那个X外面绕一圈 而且绕的过程当中呢 随着Z的变化 它那个Z呢 也再提高或者下降 是吧 看那个B的那个值 长数B 是正的负的 如果B是正的 那随着T的变化 它往上缠绕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是这样的东西 是吧 是半径为A的这个圆柱上 缠绕的这么一条 圆柱螺线 是吧 圆柱螺线 是吧 半径为A的圆柱上 圆柱螺线 那你要想求一求 我这条曲线 从Z从0到2π 是吧 从这绕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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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是吧 然后再回到那个 是吧 离A轴正向的那个夹角 绕绕绕绕绕回来 是吧 一圈 那比如我算这条曲线 在这个 0到2π 是吧 这曲线的户长 多少 那我们一样 是吧 这可以这样 积分 0到2π 是吧 对C X对C的求导 A 负的sinC 它的平方 就是A平方 sinC的平方 Y对C的求导 就是AcosC 它平方就是AcosC A平方cosC的方 所以就是A平方 cosC的平方 然后再加上 Z对C的求导 那就是B加上B平方 按这公式来 那这一算 0到2π 根号下A平方加上B平方 DC的 所以你要算它的弧长 就是A平方加B平方 这个常数乘上2π 就把我们这个 圆柱螺线 分0到2π 算出这个弧长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求护长 不仅仅是说 是吧 平面的曲线 空间曲线的护长 也就是无非多一个 是吧 这个 Z这个 左标 就是求 就是求那个曲线的 弧长的问题 这个我想要 不用再举太多的例子 在具体的计算 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以上呢 就给几何应用 第二 求护长 第三点呢 我们来再看看 这个定义分应用了 来看 我们这些知识 都是你原来 是吧 在原有知识上的一种扩充 一条曲线求护长 你在以前的知识里 所学的那个 就那个圆的护长 或者直线的 那个 直线段的长 那现在一条曲线 是吧 弯曲 不管你是平面曲 空间曲 那我们都可以计算 它的护长 第三个呢 就是应用的 我就说 已经知道平面的 是吧 界面面积 是吧 来求一个立体的体积 侧面面积 我们都不讲 是吧 界面面积 知道 那求这个立体的体积 这个思想 就是说 比如说 我们要算一个立体 是吧 比如说 就这样一个立体 比如说 这样一个立体 是吧 要求这个立体的体积 一片一片这个截面 是吧 比如说这块的截面 面积是这样 是吧 把一块一块的截面 累加起来 是吧 好比 一块一块的截面 给它加起来 加起来就是积分 是吧 加起来就是定积分 所以这个 以致 是吧 截面的面积 求立体的体积 就相当于是这么回事 好比说 我们这个是吧 街上有 卖的一个 一落的截面 是吧 我们来看这一落的截面 到底多大的这个体积 但是每一张截面的面积 知道 然后把它加起来 是吧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或者把这个东西 看到一块土豆 是吧 要看它的体积 我们可以呢 一片一片的土豆片 给它面积 给它加起来 是吧 落起来以后 就是整个立体体 相当于是这么回事 那我们这个呢 可以通过那个实际的问题 来看一看 我首先看一个这样的立体 致病人的方式 对 对 好 对 好的 对 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来看看这实际问题 一个椭圆的柱面 柱面变成 如果在XY面上 当然就是一个椭圆 大家在解析和学习当中都知道 一个椭圆 这里头没有出现Z 就说明 柱面的母线 是平行Z轴的 这是这么一个桃圆柱 这是X轴好了 这是Y 这是Z 这么画的话 你就是 我那个坐标 好是右手系 如果你X隔在这 Y轴又朝这么 那就是不是右手系 一个草原柱面 这没得说 背一个平面 Z等于A分之 C 这个X A跟C当然就是常数 这里头没有Y 就说明我们这个平面 是平行于Y轴的 然后呢 就是 你要带着X等0 Z等0 所以我们这个平面 又过圆点 所以它不光是平行于Y轴 而且是过Y轴 这个平面通过Y轴 通过Y轴 那我们来看看 这一个平面 一个柱面 被过圆点的 而且呢 过Y轴的 这么 这个平面这么一砍 这一个圆柱 被这个斜的平面 这么一砍 截出来以后 那个图形 就是这样 来看 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那个平面 是吧 这个桃圆柱面 被这斜的这个平面 就是这个平面 一级 切完以后 这个柱面就变成这样 嗯 这个平面 这个表面上 那个平面 是这样的 一切 切完以后 就是变成这样 这样一个东西 是吧 一个椭圆柱面 被斜的平面这么一砍 过外轴的 是吧 过外轴的平面 这么一切 是吧 结完以后呢 就形成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要求这个图形 是吧 被结完了以后 这个图形 但是还是一个立体图形 要求它的那个体积 是吧 求它的体积 那我们怎么来求了 大家看看 我想啊 就是 我们来看看 如果假说 我要看看这 把它切成这么一片一片的东西 看看这界面的那个 那个图形 那个面积能不能求 界面面积 大家看看 我要过这个外轴 然后过外轴 这个 比如说过这个外轴 外当然是 就复辟倒闭了 复辟倒闭 随便固定一个外 到这 然后呢 一结我们这个图形呢 就是 这等于是说 我们用催着于 催着于外轴的这么一个平面 催着于外轴平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 假说是 假说是外 然后呢 我们一结 催着于外轴的平面 一结 结完以后 就结出来 这样一个直角三角形 对吧 直角三角形 对啊 这个小的直角三角形 我们要把这些小的直角三角形 就是这个小的直角三角形 面积给它求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一片一片的直角三角 都给它码起来 就构成我们刚才所说的 那个图形的体积 就能求出来 所以最关键问题是 把这个小的直角三角 用催着于外轴的那个直 那个平面 一砍 砍出这个黑的 这直角三角 这直角三角的面积 我们看看能不能求 如果这一段是外的话 那么我看看 这个底边有多长 直角三形 就是这两个直角边 如果要知道的话 碳烂一成 是吧 二分之一 就把这直角三形的面积 给定下来了 看看这小的直角三形 如果外是这个的话 那么这个x等于多少呢 来看看那个x 那我这算一算 看看把这个x 就是a平方x平方 等于1减去 是吧 b平方y平方 然后呢 x平方 就等于a平方 1减去 是吧 b平方y平方 这样 x那么大家就是 可以写上 就是因为我算的 这块了 那x就等于a 是吧 开方吧 就是这个 这是b平方 是吧 b平方减去外平方 一开出来以后呢 就是b分之a 是吧 b平方减去外平方 就是这个 边长 直角边的边长 就是在这个 那这个高等多少 高就是z了 那高就是z z等于a分之c x x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这个 只有边长了 应该是那个z 等于是吧 看看a分之c x x就是这个 b分之c b分之a 根号 b方减去外方 所以把a弄完了 就是b分之c 这两个直角边 我们都知道 所以这小的直角三行面积 面积 就等于 二分之一 这两直角边一乘 乘完了以后呢 当然 就是b平方 ac 这两个都是相同的根号 所以就是b方减去外方 这个小直角三行面积 在这个 那么整个这立体的那个图形 那个体积呢 可以看到这些个 小的直角三行 累加的结果 累加结果 那就对外来做积分了 所以我们整个的立体的体积 应该是等于二分之一 b平方ac 对外来做积分 y呢 是从这开始 就是 这是 正b到负b 所以是负b到b 积分 这是b平方减去y平方 对外来做积分 就是把小的这直角三行 累加起来 那就是变成这个东西 这一做最积分 是吧 b平方 外平方 所以就是二分之一 是吧 b平方ac 你看呢 b平方 然后再乘上2b 是吧 2b的立方 再减去 是吧 减去呢 是三分之 是吧 b的立方 b的 y的立方 外立方带入是正的b 带入负的b 是吧 所以b的立方 再加上b立方 三分之二 是吧 所以三分之二 b的立方 得到这个 因此块里是三分之四 是吧 所以这就等于说 二分之一 b的平方 上边是ac 然后呢 三分之四 是吧 b的立方 把b的立方 这里要消掉于b平方 所以这就是等于三分之二 是吧 abc 这就是我们所要算的那个 是吧 这个立体的体积 这个立体的体积 就是等于相当于我们最主要的这个 是吧 截面 截面是小的只有三行 所以次于外轴的那个 这个平面一看 截 截完以后就小的这个只有三行 只有三行的面积 就小的截面面积 小的截面面积 如果知道 要求整个立体的体积 做一次定计分 就就 对吧 好 进行